北京一个65岁的大爷去相亲 女方提出了三个条件 大爷听完之后非常的生气 怒吼道 你当你自己是18岁的小女孩子吗 我是来相亲的 又不是来当冤大头的 说完之后愤而离去 这到底发生了怎么一回事呢 我带大家去了解一下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雨 王大爷今年65岁 是北京人 他的条件其实是很不错的 他有一儿一女 均一成家 也都各自有房子 王大爷退休之前呢 是一名医生 现如今退休之后 每个月也可以领到 六七千块钱的退休金 他的老伴在前几年 是阴兵去世了 王大爷有两套房子 他把一套有院子的留给自己住 另外一套用于出租 还可以赚取一些租费 退休后的日子 过得也是挺清闲的 每天试弄试弄花草 他还养了一只小狗 陪着自己 就是怕自己孤单 每天他还会邀请 街坊邻居美去他家 喝喝茶 下下香旗 有时候会和他同龄的 一些老年朋友 一起去广场上跳跳广场舞 反正退休的日子 过得也是蛮好的 就这样 日子过去了两年 有一天 王大爷高血压犯了 晕倒在了家里 幸亏这一天 有邻居去找王大爷下香旗 发现了他 拨打了120 送到了医院 并联系到了他的子女 他的子女得知之后 急忙 跑到了医院 这可把他的儿女吓坏了 自此之后 王大爷的子女就不放心他 一个人生活了 就想着给他找一个老伴 但王大爷是极力的反对 因为他觉得一个人生活挺好的 街坊邻居啊 其实也劝王大爷 觉得他这么大岁数了 有一个人在身边这样多好呀 再说王大爷一个人生活在这么大的院子里边 感觉多孤单呢 在子女还有街坊邻居的劝说之下 王大爷终于决定要去相亲了 得知王大爷要相亲之后 街坊邻居们是争抢着给王大爷介绍对象 因为王大爷的条件确实是挺好的嘛 过了没几天呢 有一个邻居就给王大爷介绍了一个对象 说对方条件也是蛮不错的 王大爷就决定要去看一看 因为这也是他第一次相亲 王大爷还特地把自己好好打扮了一下 好给对方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到了指定的地点 王大爷表现的也非常的绅士 看见对方之后 女方呢 今年六十岁 打扮得非常的时尚 显得特别的年轻 王大爷 就是对对方出印象也还是蛮好的 于是两个人就坐下来慢慢的谈 女方询问了王大爷的情况 王大爷也是如实的说了 于是王大爷就问女方对自己的感觉怎么样 女方表示也是挺满意的 女方这时候就说两个人在一起啊是可以的 但是有三个条件希望王大爷可以答应 王大爷对女方的这个印象也是还蛮不错的 就说有什么条件你就提出来吧 我能答应的我尽量答应 于是女方就说出了自己的条件 女方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两个人结婚的话 这个王大爷需要给女方十八万的彩礼 而且还需要拍婚纱照 并且大摆宴席请亲戚朋友们一起见证他们的婚礼 第二个条件就是女方现在有一个儿子正在读大学 过几年之后大学毕业了一定要结婚的 既然这个女方跟王大爷结合之后 那他们就是夫妻了 儿子也需要他们两个共同的抚养 所以王大爷不是有两套房子吗 现在住着一套希望另外一套可以过户到女方儿子的名下 这样儿子结婚的时候就不用为房子发愁了 第三个条件呢就是王大爷比女方大五岁嘛 有可能会早一步的比女方离开人世 那这以后女方的生活就没有保障了 所以他们两个结完婚之后 希望每个月王大爷给女方2000块钱补偿金 王大爷听完女方说的三个条件之后 顿时怒火中烧 然后就说你提出的第一个条件 说什么结婚的时候要给你18万的彩礼 你当自己是18岁的小姑娘吗 而且还拍什么婚纱照 简直太可笑了 大百宴席都这么大岁数了 也不怕别人笑话吗 你提的第二个条件 让我把另一套房子过户到你儿子的名下 请问为什么 你的儿子是我亲生的吗 我的儿子结婚的时候 他的婚房都是他自己挣钱买的 凭什么你们一来就让你的儿子坐享其成呢 还有第三个条件 谁说我比你大五岁 我就要先走的 我现在身体硬朗的很 咱们两个指不定谁先死呢 你这样说话简直太过分了 王大爷一口气说完之后 是端起了桌子上的杯子 喝了一口水 然后又把这个杯子重重的摔到了这个桌子上 站起来就说 我看着你人模人样的 没想到你竟然能提出这样的要求 你这哪是来找老伴的 你简直就是来找有钱的男保姆的 你的条件我简直是达不到 你还是等那个能达到你条件的人出现吧 王大爷说完之后愤而离去 留下这个女方尴尬的坐在原地 大家说说女方提出的条件过分吗 王大爷的做法可取吗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话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喜欢我的视频的 记得点赞关注 咱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拜拜